为期九天到下星期日的桃园万圣城 在艺文广场热闹举办 第一天晚上就已经吸引爆满的游客前来 现场布置除了充满万圣节气氛 还有史上最多的摊位 要让游客逛个开心 桃园市长张善震说 希望这个活动效应能延续给之后的新北耶旦城 让秋冬的新北和桃园都热闹起来 身穿酒红色披风的吸血鬼 这回现身万圣节活动会场 并不是要找人吸血而是发送礼物 正当大家觉得这吸血鬼人太好的时候 他转过身来才发现装扮的不是别人 是桃园市长张善震亲自聊了去 参与市府举办的桃园万圣城活动 一直到下个礼拜天整整九天 每天这边都有非常好的节目 不只是便装还有采接等等 那么我们这次的主题是导弹鬼学院 所以到现场来可以看到很多导弹鬼的调皮主题 2024桃园万圣城 周六开始热闹开跑 第一天晚上举行的开城演唱会 由于卡斯相当坚强 现场早早就集满人 前来的游客除了可以大饱耳福外 现场还摆放一辆导弹鬼校车 里头的装饰结合许多万圣节元素 不但用鬼绝的绿色灯光 还放置可爱的万圣节鬼魂及眼珠 大朋友小朋友都玩得很尽兴 在现场我们有非常多 不一样的这个装置艺术 代表不同的学院 那都非常的好拍 那由于这一次也是史上最大的这个会场 而且有最多的这个万圣节的搞干摊位 可以在现场可以陪伴大家 这个活动接下去还有新北的这个万圣城 圣诞城我们新北桃园接在一起 整个秋天到冬天热闹滚滚 除了把为期九天的活动办好 张三郑也希望将棒子交给之后的新北一夜诞城 让秋冬的新北极桃园热闹滚电 明师兄赖古兵桃园报道